有着21日能够成为为民喉石的大律师 我相信是很多华人子弟都想要做到的事情 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了加州最高法院 同时也是美国联邦法院注册律师 刘龙珠刘律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和我们一起谈一谈应该要如何进入律师的这个路当中 刘律师您好 您好 跟我们谈一谈如何让华裔子弟走到进入律师的这个路当中好不好 OK 好 第一点我觉得很多华人家长意识到说要把小孩子培养成律师 尤其是培养成一个很成功的律师 必须要从小做起 这点非常好 那么第二点怎么样达到这一点 最好的做法就是让小孩子跟律师跟法律有个最直接的接触 所谓是深教 言教不如深教 一直叫华人子弟的 你今天要成为律师 成为律师还不如就是跟着一个律师好好的从基础方面打起 对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叫做刘龙舟律师未来律师学院 它是一个短期的集训课程 它总共有十堂课 但每堂课时间会比较长 会有六个到八个小时 分为两个课程 第一是12岁到18岁 第二个课程是年长一点是19岁到23岁 那么这个课程有交集的部分 但是根据他们的年龄特点也有不同的分开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先把青少年这个部分先讲好了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所有的法律应该要从小开始做起 12岁到18岁这个十堂课里面 我们大概会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第一就是说青少年 特别是12岁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 遇到最常见的法律问题 第二遇到一些陷阱 遇到一些有可能会犯法的这样一个情形 那怎么样来处理 怎么样来避免 还有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 您刚刚提到了 我们除了就是基本的法律认识 还有就是告诉他们法律 律师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是不是就是要培养领袖气质 对 非常重要 我觉得法律学院培养的只是一个 教你的是一个法律的知识 一个基本的法律训练 怎么样去辩论一个官司 但领袖的气质并不是到法学院 那个年龄阶段才开始培养 必须从小培养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龄段 很多的大学生要开始申请法学院的时候 其实曾经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他所要写的biography 他所要写的自传 所谓的经历 对法学院的录取率来说 应该是更重要的吧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呢 其实你有个领袖气质 你从小培养这样一个气质 即使你这样来说 我不要去做律师 我想去做医生 我想去做政治家 我要去选市长 那么这个领袖气质 不管跟你做什么行业里面 它都会对你的人生 一个非常大的注意 还有什么更重点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知道的呢 那更重要一点呢 就是说有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 尤其是对做律师比较很有帮助 那比如说谈判技巧 好 就是谈判技巧 那这个谈判技巧呢 我们就要留到课程里面 让所有的其他的观众朋友们 到课程里面好好去学习 所谓的谈判技巧了 今天还是要谢谢刘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见赏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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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谢谢大家